随着巴黎奥运会女排赛事的深入 中国女排已顺利挺进八强 迎来了更为艰巨的挑战 与土耳其女排的淘汰赛对决 这场定于8月6日下午15点进行的比赛 不仅是技术与战术的较量 更是意志与信念的碰撞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CCTV5的直播 更是让全国球迷的目光聚焦于此 共同见证这场体育盛宴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此意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比赛本身 在三大球项目中 中国女排成为了唯一的八强代表 承载着无数国人的期望与梦想 男排男足女足的缺席 以及女篮的遗憾出局 让中国女排成为了三大球最后的希望之光 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激励着每一位女排姑娘 她们深知唯有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才能不负众望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争光天才 面对土耳其女排这样的强敌 中国女排没有丝毫的畏惧与退缩 尽管对手曾排名世界第一 实力不容小觑 但中国女排同样拥有着辉煌的战绩 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尤其是在朱婷等核心球员的带领下 中国女排的七线女阵容 更是让对手闻风丧胆 尽管朱婷在小组赛中不慎受伤 但根据教练组的反应和外界的猜测 她的伤势似乎并未影响到她的参赛状态 这无疑为中国女排注入了强心计 回过过往 中国女排与土耳其女排的交锋并不陌生 在失联赛上 中国女排就曾以出色的表现战胜过对手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土耳其女排虽然实力强劲 但在面对世界排名前六的球队时 其胜率并不高 这位中国女排提供了宝贵的心理优势 同时意大利女排对土耳其女排的横扫 也进一步证明了 土耳其女排并非不可战胜的神话 因此中国女排完全有理由相信 她们能够在这场生死战中 发挥出最佳水平 战胜对手挺进四强 当然比赛的过程绝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女排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 但正如主教练蔡斌所言 接下来的比赛没有退路可言 每一场都是硬仗 必须全力以赴 对于中国女排的球迷而言 这场比赛同样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她们将陪伴着女排姑娘们 一起经历紧张刺激的比赛过程 共同感受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苦涩 但无论结果如何 她们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女排 因为她们知道 中国女排不仅仅是一支球队 更是一种精神 一种信仰 随着比赛时间的临近 中国女排与土耳其女排的巅峰对决 即将拉开帷幕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场精彩分成的比赛吧 相信中国女排一定能够不负众望 用她们的汗水和努力输血 属于中国女排的辉煌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力量输血 优优断的比赛 明天能够不负众 明天能够不负众 明天能够不负众